其實這個改良組的陣容,之前因為時間關係,已經進行了九次的比賽 九次的比賽裡面,阿仕奴取得三勝三和三負的成績 雖然不是說壓倒勝的改良,但其實已經跟曼城有一個咬手瓜的機會 其實這九場比賽裡面,入球相對是少了,我們一邊看球一邊說 入球相對是少了 但有些球迷就問,換了一個前鋒而已,後衛那班都是同一班人,怎麼會差那麼遠呢? 其實這個道理是很簡單的 因為呢,其實你想一下,如果我比你強的球隊,基本上我是主攻啦 那你就主手啦 如果我知道你的前鋒,即是你對較弱的球隊的前鋒 是不會怎樣突破我的防線的啦 那我是不是不需要這麼努力去防守啦 我可以更加放肆,更加壓前,更加向你的防線施壓啦 我越攻越前的時間,你的防線壓力越來越大了 你失球的機會總會大 但如果我知道你的前鋒是有充斥力的 我是有需要花一點點心機去 去退回後我的防守中場,退回後我的防線的話 那就是說我不能夠這麼放肆去攻擊你啦 那基本上,其實這樣解釋了,前鋒擺放的類型正不正確呢 是影響到你的防線,反而影響到你的防線壓力的大小 那這方面大家呢,是可以參賽一下的 那比賽到呢,北京不覺了 雖然是膠著,但曼城呢,見到呢 已經沒有之前預設陣容壓得那麼前 因為呢,他們知道有和郭特和張伯倫呢 還有兩邊,前面還有一個靈活的鋒導司機 那去到24分鐘,依然0比0啦 曼城呢,只有一貫是一直壓著來打 但這個不是偶然的,這個是一直以來 打了19場,都是發生這樣的情況的 而阿仙奴只好做的就是上半場希望是0比0 但入更衣室,這個比數其實已經是他們希望得到的了 所以他們打快你見到呢,都會比較是好省以下一點 因為一些球迷可能會看到了,喂 你的比賽節奏好像跟我的遊戲有點不同 其實是,我是有調過的 這個比賽的節奏呢,我是在設定那裡調過的 會令到比賽來說呢,感覺上貼近一些現實一些 有助我們預測賽果之用的嘛 那麼,尖書米娜就打正選啦 突然間移了在邁尼中間 那麼,球員的變化,走位變動呢 都有助他撕破對方的密集的 這個有機會突破了,和確突入到你 幸好還有薩巴列達在這裡 這次,魯斯基的軟射也都抗高了 魯斯基的情況呢,很有趣 如果當年呢,是有佩佩加斯呀 有娜斯尼在這裡的時候呢 他的表現呢,反而是失色了 但如果現在,阿仙龍的陣容要圍著他來踢呢 他的表現呢,又好了 這個球員呢,其實不甘於是做六頁的 阿迪達 有兩個迷招呼啦,都還出到? 幸好呢,一對首位啦 由上季到現在呢,都是表現上街的 萬成後衛 中場0比0,咦?阿仙龍想要的結果啦 因為之前越陣容呢 萬成其實有很多都是半場已經領先的了 下半場都是沒有變動,沒有換人 再來過啦 那麼下半場來說呢 阿仙龍可以想想他們 找些球員身啦 其實呢,如果來到這一刻呢 阿仙龍如果是找得到陣腳呢 那麼基奧特呢,就其實有機會可以上陣 不過去到這一刻呢 如果要穩陣的話呢 都是穩守 找回三個較快的前鋒在前面衝啦 那麼,萬成都依然是保持著一貫的方式去比賽啦 都還未有些什麼方法可以撕平到對方的密集 這一點機會啦 但是後面多了一篤力啦 華美倫 其實一路以來呢 迪維斯呢 在這十九場比賽來說呢 他算入球最多的球員 那麼,有個分析就顯示 其實呢 華美倫呢 就不夠他快 高斯以來就不夠他硬正 所以阿仙龍的守衛呢 其實就是 不是說那麼搞定他的 那麼,但是好彩啦 阿仙龍的前鋒都是有殺傷力 萬成不敢攻得太前 迪斯高 來到這一邊呢 不是他殺食的位置啦 變路先拿回來中間先啦 迪維斯 因為前面太密啦 加回一頭再點你 依然有華美倫在樹 不要沽汗啦 那麼去到六十分鐘呢 可以想一下換人啦 不過呢 是萬成這一邊啦 因為呢 萬成來到這個死局呢 基本上他們都要想一下辦法 但是文仙尼 他在臨場調動方面呢 往往是遲緩啦 那這個 這樣的教練呢 就 如果不是億萬大軍呢 我都有點擔心他 阿仙龍還可以有個這樣的機會 射門眼見見到 萬成的中場呢 有些問題 沒錯啦 萬成真的要換人 阿古路巴朗迪利進來 剛剛換了這兩個前鋒走 就是迪維斯和迪斯高 直接把前鋒的類型轉換呢 是一個很好對 攻勢改善的方法來的 那麼 巴朗迪利呢 希望他不要再猶魂啦 因為他 在 季初呢 他猶魂是一個 都 幾常見的情況來的 那麼當然啦 他歐洲盃也有打啦 但是他到現在還好像 好像 遊遊走走 見到他熱身的時候 又好像 有些放鬆的情況出現 和曲特的傳蹤 這邊有機會投取啦 新位上是贏了 那麼去到七十幾百分鐘 都是0比0 看來 阿仙龍奪得一分的機會很大 那麼 那麼 藍絲進來 相信呢 就表現的一件事 就是 滿意0比0 這個 這樣的 比數啦 因為 藍絲進來啦 張白能出啦 那麼 搶控力會大了 的中場 那麼 可以 沒錯啦 一個場傳 咦 有機會阿迪達會不會又演出 上一季 一戰定江山呢 真是 上一季 阿迪達呢 就是憑著他的遠舍呢 贏了萬成的 這次是做一下 更威風的 去到九十分鐘 這個這麼關鍵的時候 才入球 看來都沒有熟報的 這個球呢 其實萬成呢 換了前鋒之後 壓前了呢 得出來的 一個 問題啦 文仙尼 拋頭了 那 那 真是 應驗了 改善了一陣容之後 阿仙龍好像有些改善 但是這一邊 也有機會追回一球啊 阿古路 阿古路又 好像上一季一樣 最後又來 哇 多氣氣 多氣氣氣 大家都幾好運 因為比賽了二十場來說 這場真的算是 最氣氣的 勝的一場 我也笑的 之前呢 試過反勝2比1的 但是都沒有那麼誇張 在九十分鐘連入兩場 好像剛剛 歐聯 周中 王馬 和萬成那場 那樣 這次萬成又追回1比1了 那都算是 拿回分 撿回新彩的了 就不去啦 華國特都 大家都等球證 一下雞聲 這邊好像還上來喔 普道司機 有左腳的啦 這邊 射到 但是 祖哈達 救到 祖哈達在王馬那邊的比賽呢 都表現得很好啊 狀態也非常之好 這邊 還上來啊 沒錯啦 明家 響 1比1 那就是改善陣容之後呢 就 本來由5勝 3和2負呢 就變了 是 3勝3和 3勝4和3負 阿仙奴呢 即 阿仙奴呢 就有個好了的演出 在改善陣容之後 就不用基奧達 就用上普道司機 和郭達 和 張白倫的一個配搭 那比賽結束了之後呢 我們可以分享一下 那另外呢 其實 都還有些端倪的 我們等一下回來再聊一下